歡迎來到第一次我們歐洲小老師 那今天要來教各位一個非常實用的小技巧 就是如何快速的從一張圖拉出特定的段落 然後變成一個難度 然後來讓自己練習 OK那我們就直接先進入編輯器 那這邊我拿 藍極光來做示範 好 那今天假設我從這個紫色1開始 我只想要這個紫色1 後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部分我都不要 那這邊我們先定存為新難度 那difficulty的這個地方就隨便打123之類的 那他問你要不要從頭做起 那不要清楚 OK就按for 好 那從這個1 我要保留這個1 那就是這邊 上面這個時間軸的地方 你左鍵拖一柱就可以快速的這樣選取 那這時候你左鍵按住 然後按下Z 鍵盤上的Z 它就會直接跳到第一個物件 那由於你左鍵按住的關係 然後再搭配這個快速跳到第一顆 第一顆物件的這個快捷鍵Z 它中間所有的物件全部都被選起來 那現在都是 全部都是物件都被選起來的狀態 那現在按下Delete就可以把這些物件全部給刪除掉 那只留你想要的段落 這邊這個紫色1 那如果你是後面不想要的話 也是同理 這邊左鍵拖一選取 然後按下V V會直接到最後一顆物件的位置 那這時候按下Delete 那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會只留下你想要的這一段 那這時候呢 再按Ctrl S 或是按左上角的儲存 把圖符存起來 然後退出編輯器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我們剛才存的一二傷難度 在這邊 就是這麼簡單 感謝收看今天的第一稱本歐數小教室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下方按個喜歡跟訂閱 有什麼想法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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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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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見